第132章 绝别 七里洞 苗族祭坛 新的一天 仿佛连照在祭坛平台上的阳光 感觉起来似也有一种崭新的味道 鬼力和小白站在半山上祭坛前的平台上 望着山下那片被战火蹂躏过的土地 到处可见残环断壁间 苗人百姓进进出出 从高处看下去 他们就像为了自己家园忙碌的蚂蚁 小白叹了口气 转头对站在身旁的鬼力道 唉 你可想好了 十万大山里的怪物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鬼力的神色不变道 我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 小白耸了耸肩膀 微微的苦笑摇头 正在这时旁边一阵吱吱的怪叫 二人转头看去却是小灰跑了过来 只是跑的姿势有些古怪 片刻之后 二人目光不欺然的同时落在猴子的双手上 小灰一手一个 两边都拎着一个大大的袋子 正是苗人用来盛酒的大酒袋 鬼力挣了半赏 慢慢转头向小白看去 小白苦笑道 你莫要看我 我也不知道 小灰很快地跑到近处 看他的神情与主人和小白心思重重的样子截然不同 显然大是兴奋 直笑得喝不拢嘴 隐隐的酒香 从他手中那两个大酒袋中散发出来 那两个酒袋鼓胀胀的 看来是装满了苗族烈酒 与前几天斗酒时只残留了一小袋大不一样 昨天在鬼力小白与大巫师细细商谈的时候 猴子小灰待在那阴森森的祭坛中实在无聊 猴性活泼如何能够忍耐得住 便悄悄地溜了出来 而鬼力那时候心思重重的又惊又喜 竟然也没发觉小灰就溜走了 小灰不知不觉地想起那只喝的美酒酒饮大洞 便溜到了山下七里洞中去了 机场过后 苗人家园破碎 正是忙乱的时候 再加上小灰看去不过是一只灰毛猴子 如何会有人注意它 几番搜索之下 趁着混乱居然被猴子在废墟中 找到了两大袋还未开封的烈酒 昨天一个晚上也不知道小灰把这两大袋酒藏在了什么地方 今天一早看到就要动身离开的时候 猴子这才跑出去将这两大袋酒拖了回来 显然打算这一路上好好品尝了 只是此刻看到主人鬼力和小白的脸色都有些古怪 小灰有些疑惑 猴子睁开看这二人 过了片刻之后 小白眼嘴轻笑 对鬼力道 算了 你答应了苗人这么一件大事 就算拿 嗯 拿他们两袋酒 也不算什么 话未说完 他自己倒是先笑了起来 鬼力摇头 慢慢地转过身去 只剩下小灰瞪着猴眼 看看小白 又看看鬼力 放下一只酒袋 空出一只手 抓了抓脑袋 颇有些迷惑的样子 祭坛深处 苗族族长图马谷 与大巫师相对而坐 周围更无他人 图马谷沉默许久 大巫师也没有说话 空气中 飘荡着一股 令人窒息的气氛 终于 图马谷的脸色变化 似乎终于忍不住道 大巫师 你伤得这么重 为何 一定还要跟着 两个中土人走呢 大巫师 轻轻地叹息一声道 唉 我刚才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 图马谷恨恨地道 李族抢走了我们的圣器 我们豁出性命 也要夺了回来 何必 何必再去求外人相助 大巫师 大巫师摇头道 你错了 图马谷一阵道 什么 大巫师沉默片刻 低声道 若 真是李族抢了我们圣器 我也不用如此担心 怕之怕 哎 图马谷不解道 大巫师 大巫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巫师道 你 还记得我们苗族 代代相传的那个受邀的传说吗 图马谷的脸色大变 惊道 难道 难道那个传说是真的 大巫师苦笑一声道 哈哈 本来就是真的 当年玲珑娘娘 牺牲自己 将受邀封在了阵魔洞中 一命后人 绝不可让无剑受邀圣器 同时回归阵魔洞 但时至今日 无剑圣器全部消失 只怕 真的就是受邀复生之征兆了 图马谷的脸上神情变幻 他身为苗族族长 自然知道那个传说的分量 但过了半晌 却还是忍不住到 大巫师 如此情况下 你更不能离开这里才对 万一 有你在 我们族人也安心一点啊 大巫师默默摇头道 我这条老命 最多 不过再有三十天的阳寿了 图马谷的身子一阵 大巫师叹息道 哎 其实啊 我又何尝愿意离开 我这一去 只怕 就要客死一乡了 但如今 南疆五族各自分裂 人才巨都凋零 万一我所料不错 只怕 无人可以应对 那个中途的年轻人 虽然岁数不大 但身怀异数 身边那根黑棒 杀气之重 邪气之大 实乃我生平仅见 不过最重要的 却是 他意味深长地 望了一眼图马谷 压低的声音 低声道 最重要的 却是号称万火至今的 玄火箭 就在他的身上 图马谷大惊道 什么 这东西不是在焚香 大巫师 一目示意 图马谷会议 住口不严 但眼中惊讶之色 却是犹增无减 大巫师 缓缓地道 当他第一次 与我见面的时候 我身后的全身石像 就有意诏了 圣火 更有警示 而梁剑 寿妖圣器 黑杖和谷欲 拒都不安 若非当年 镇压寿妖之 无上圣物 玄火箭 更无他物 至于这圣物 怎么会从焚香 谷中流失出来 我就不知道了 图马谷 沉默不语 大巫师 顿了一下 又继续道 其后 我在说话间 故意将 全火箭的来历说出 那二人果然吃惊恶然 特别是我说到 霸雄 全火 法阵的时候 他二人 更是脸色大变 想来 他们必然 与这法宝法阵 有紧密的关系 图马谷 长长地出了口气 显然这些话 都是他原先 决然没有想到的 大巫师淡淡地道 你也知道 我们苗族 历代流传下来的传说 只有这玄火箭 和霸雄 玄火法阵 才能镇压受邀 如今先不说 玄火箭 不在我们手上 就是我们从那年轻人 手中抢了过来 只怕 也无人可以驱动 而且 还有那诡异莫测的 霸雄玄火法阵 更加无人知晓 所以 在这等情势下 那年轻人 实际是我们南疆 众生的唯一指望 我就算客死他乡 也是要跟他前去的 只希望在临死之前 能救他的朋友 能救他的朋友一命 盼他看在这点情分上 他日相助我苗族上下 圖马骨 尝马骨 最唇微微的颤抖 年老的脸庞上 皱纹深深 不知不觉间 悄悄渗出了一点泪珠 他对着大巫师 慢慢的扶下了身子 把头贴在了冰冷的地面上 大巫师笑了笑 神色也有几分凄凉道 我走之后 你们也不必挂念啊 若那年轻人有心 想来会将我的尸骨送回故乡呢 这里的事就全靠你了 图马谷没有抬头 低着声音微带哽咽地道 大巫师你放心就是 大巫师悠悠地道 我这一句 也就是个死 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但你在南疆 来日不凶浪迹 其他司族不知天高地厚 看我苗族失事 只怕难免落井下石 而十万大山之中 受邀随时可能复活 浩劫降临 你肩负重担 自己也要多保重啊 图马谷咬着牙 答应了一声 大巫师慢慢地站起身子 向周围望了一眼 忽然又道 若将来 真的情势危急 虽然 这七里洞 乃是我们苗族 世代居住的地方 但也并非不可舍弃 只要人在 将来 就有希望 图马谷的面色 又苍白了几分 慢慢地道 是 大巫师 长叹一声 缓缓地 向外走去 当那个狗篓的身影 在图马谷的摻扶下 身后 跟着鬼力 和小白 从山腰祭坛上 走下来的时候 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但随着脚步声 一不知道多久 没有出现在 七里洞街道上的 大巫师的身影 终于被苗人注意到了 随着一声声 带着惊喜的呼喊 越来越多的苗人 丢下了手中的工作 聚集了过来 大巫师 微笑着 不住地向周围的苗人挥手 但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一直 向七里洞的出口走去 终于 苗人渐渐感觉到了不对 人群之中 人群之中 开始有人 大声地用苗语呼喊 鬼力与小白 虽然听不大懂 但想来也知道 苗人呼喊的是什么 大巫师的脸色 四眼有些苍凉 布满苍苍的脸上 笑容渐渐地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分明是一种悲伤 只是 他依旧沉默 只是挥手 慢慢走远 图马谷也停下了脚步 站在人群的前端 默默地凝望着 他个狗篓的背影 人群中 惊呼的哭叫声音 此刻已然响成了一片 许多人惊慌失措 更多的人 已经开始向那个 渐行渐远的老人 跪了下来 走在大巫师身后的鬼力 默默地向那个老人看去 赫然发现 那个苍老的脸庞上 不知何时 泪水横流 终于 走到了通往山谷 外面的那条通道 背后的哭声 已经响彻整个山谷了 老人的身体 开始微微地颤抖 忽然 他猛地回过身来 再一次地 眺望这片土地 这片山谷 这片天空 远处的苗人 惊呼着 许多人惊喜地 从地上跳了起来 然而 下一刻 大巫师紧紧地 闭上了眼睛 像是要把这片土地上 所有的一切 都刻在心中一般 皱紧了眉 又一次转过了身子 山谷中 突然一片地寂静 无数道的目光 仿佛在身后 无声地呐喊 大巫师面上肌肉 轻轻地抖动 慢慢地 慢慢地踏出脚步 消失在 那条通道里 七里洞中 一片地死寂 许久之后 也不知道是谁 第一个哭出声来 片刻之后 整个山谷里 一片悲泣之音 十万大山 穿过黑森林 再翻过七座 险恶的山脉 就是一座 中年黑气环绕 阴风呼啸的高山 而在这座 光秃秃的 没有一棵树 一根草的高山之下 赫然有一个大洞 洞口高三丈 宽丈五 中年不停地 有阴风 从中呼啸而出 更夹杂着尖锐的异响 仿佛是某个狂怒的灵魂 在永不停歇地咆哮着 洞口的正中 端端正正地 立着一座石像 如真人大小 看去正是个美丽的女子 面向震魔洞深处 默默地助力 中年呼啸阴冷的风 永不停歇地 吹在石像之上 发出低沉的声音 就像是狂风暴雨中 那一面脆弱的 遮挡风雨的木板 只是 他却仿佛 永不退缩 一身黑衣的乌妖 此刻就站在这座石像之前 默默地凝望 他身边的那条恶龙 似乎对这座石像 特别地畏惧 下意识地远离 东张西望一会儿 叫了一声放开四足 向高山之上跑了上去 不久之后 就消失在这黑气之中了 冰冷刺骨的阴风 浮动乌妖的黑色衣衫 在这片荒凉景色之中 这个人似乎也渐渐地显得虚无 缥缈了起来 带着一丝的不真实 他就这么一直望着 许久许久 久到了连金皮尔都开始怀疑 这个黑衣人究竟是不是也变作了石像 从那座黑森林中侥幸逃生 同时意外地在那座悬崖巨岩下 发现了一把深深插入阎缝的杀生刀 令金皮尔隐约地猜测 难道鬼王宗的大将杀生和尚 竟然比自己更早 就进入到了这里 只是杀生刀随在 杀生和尚 却不见了踪影 人去法宝在 这危险可想而知 只怕杀生和尚多半已遭不测 十万大山里当真是步步杀击 但金皮尔沉吟过后 却还是暗中追着巫妖的脚步跟了上来 一路上 他知道的巫妖身有艺术 更加小心翼翼 丝毫不敢大意 更不敢随意接近那个黑衣怪物和那条恶龙 加上巫妖多半以为 这身后追踪之人已经死在了黑森林中 居然也没有发觉身后的金皮尔 就这样 让金皮尔一直跟踪到来了阵魔鼓动之前 此刻 金皮尔浮在远处一个小山包后 远远地望着那个黑色的身影 忍不住 开始怀疑这个黑衣人 难道 要在这个女人石像前 站上一辈子吗 从到达阵魔洞到现在 巫妖已经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这个石像 超过四个时辰了 就在金皮尔无聊地快要闭上眼睛睡着的时候 巫妖的身影终于动了动 金皮尔的精神为之一阵 连忙仔细地看去 只见 那个黑衣巫妖似乎是经过了长久的沉思 或是挣扎 终于做出了决定的样子 向着那个女人石像默默地弯下了腰 恭恭敬敬地拘了个躬 远远地 金皮尔望见那个巫妖 口中对着石像 滴滴地说了一句什么话 只是相隔太远 一点都听不到 随后 巫妖的身子 慢慢地转了过去 向着震摹鼓洞的深处飘去 金皮尔的眉头紧皱 心中的谜团越来越大 那个鼓洞中显然有什么绝大的秘密 很有可能就是上观测 与这巫妖谈话间所说的 那个神秘人物所在 但在这荒僻之极穷山恶水的地方 又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女子的石像 还刚刚好 就树立在石栋门口的正中呢 而看乌妖对着这个石像的神情 分明于这个石像 关系密切 只怕还有说不清的往事 就在金皮尔眼看着乌妖 就要消失在鼓洞之中 打算探出身子 悄悄浅过去 仔细看看那座石像的时候 呼的 乌妖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 金皮尔大吃一惊 几乎以为自己急切间 竟然暴露了身形 不由得心中大肆后悔 正着急的时候 发觉乌妖根本没有回头 向自己这里看来 似乎不像是发现了自己的模样 她这才放下心来 连忙藏好身子 方再一次偷偷地探出头 向那个鼓洞的方向望去 这一望之下 她不禁看直了眼睛 就在那个女子石像的前方 震抹鼓洞的洞口 呼的凌空生出了一团白气 与周围黑气阴风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而乌妖也停下了身子 默默地注视着这团白气 白气越聚越多 渐渐凝聚成形 变做一个人形的模样 从金皮尔这里看去 赫然是一个高大的男子 右手持巨箭 左手握大盾 他的身体完全由白气组成 在阴风中飘摇不定 但脸上动作 甚至脸上的神情 竟然完全清晰可见 金皮尔恶然无语 半赏倒吸了一口凉气 低声自语道 好一个阴灵 他乃是魔教出身 对这等鬼魅之事 多少也知道几分 古老相传 人生老死 唯有魂魄不灭 一世寿终 便有魂魄离体 往头来生 生生世世 轮回不息 然而 世间之中 却有怨灵存在 以贪 称 吃三毒故 以胃 恶 怕 恐惧故 眷恋臣事 回首前尘 不愿往生 视为 阴灵 当年 鬼历还是青云门 小弟子张小凡的时候 与陆雪奇 一起落入空桑山 万福谷窟中的死灵渊下 在那无情海边 便遇上了 无数深渊之下的阴灵 只是 那些阴灵 却是凡人魂魄 被当年炼血堂杀害 而不能往生 常人遇见故人被害 但在修真之人的眼中 却并非什么厉害的妖孽 所以当年张小凡陆雪奇 道法未成 还能苦撑许久 金平儿 所望见的这个阴灵 却绝非那些普通的阴灵 而是传说中 最为罕见的 凶灵 这类魂魄 生前 多半就是 修行高升的人物 死后 却因为某些 极大至深的 愤慨痴念 竟然舍弃往生 甘愿守护某物 做个凄凉的野鬼 飘荡于阳世之间 这等凶灵 本身道行已然颇高 加上死后具有鬼力 更加的凶利 普通的修真之人 根本就不是对手 可以说 乃是万中无一的 凶悍鬼物 只是修真中人 往往对往生 看得比常人更重 先有舍弃往生的 所以凶灵 才如此罕见 金皮尔此番 突然看见 倒还真是吓了一跳 不过看过去 那个黑衣的乌妖 却似乎并没有 表现出什么意外 面对着这个挡住 他去路的凶灵 他只是慢慢地 抬头看去 凶灵 由白气组成的身体 极为高大 几乎挡住了 整个震膜鼓动的洞口 乌妖望着这个 如战神一般 手持剑盾的凶灵 呼得叹息了一声 唉 你终于肯出来看我了 他悠悠地道 凶灵冷冷地 注视着乌妖 他的白气 与乌妖的黑衣黑影 就像是两个 绝不妥协的极端 你这个背弃了 娘娘的叛徒 有什么资格 敢说这话 乌妖的身子 似乎颤抖了一下 永远深不可测的他 竟然被这么一句话 刺得全身都剧痛一般 他抬头 望着那张愤怒的脸庞 半晌 却始终默默无语 慢慢地 低下了头 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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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你认为